各位施展們好 今天影片介紹包含了如何使用Google Classroom以及Meet來指派課堂作業 以及在Meet中要如何去使用英才網進行線上課程 接下來在影片中會實際操作一次 如何在Classroom裡面指派英才網的任務給學生 那其實就跟其他的作業一樣 我們先進到班級之後點選課堂作業 之後再點選建立作業 然後標題可以依據老師的需求去做輸入 像我預計我下禮拜一會給學生英才網的回家作業 希望他們回家可以再觀看影片 並做練習題 那在Classroom裡面有一個新增的功能 為了要方便學生 可以很快速的連結到英才網的網頁的地方 所以我會在我的作業裡面去附贈連結的地方 然後新增連結 那這時候我們的英才網的連結就可以跟Classroom做結合 那因為我是預計下禮拜一才會出作業 所以我在出作業的時候呢 我會安排時間 時間為下週一的早上10點 那這樣子它就可以預計排定時間為那時候會進行出作業的任務 那我們的Classroom也可以結合英才網 讓學生能夠去做英才網的相關的練習 那除了剛剛有提到可以用Classroom裡面的回家作業 讓學生進行英才網的練習之外 其實在同步上課過程中也可以讓學生進行英才網的練習 這時候我們就一樣用Meet在做授課的同時 我們可以先到英才網一樣 複製連結 然後去到Meet的訊息欄這個位置 去留下言 然後呢 請學生 請學生 完成英才網的影片及練習題 那這時候學生他們就可以藉由這個連結很快速的連結到英才網的地方去做影片的關上以及練習題的回答 那老師要如何很快速的知道說 在課堂中學生的練習狀況他們有沒有順利完成 這時候我們可以進到任務管理的任務指派的地方 那這時候就點選你的指定班級 然後點選任務 那在過程中你可以先去做這個查看 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說全班有幾個人 那目前為止完成任務的有誰 或者是說你可以去看他們 在作答過程中他們的完成率是如何的 那依此類推 所以也就是說除了 剛剛有提到可以在Classroom裡面用作業的方式 去跟英才網做結合 我也可以在同步線上課程中 讓學生做英才網的影片及練習題 對,人家會在那邊的話 也有一天來的話 也有過程中他們 crib移到 我們有準備的在家庭上課程中 我可以在他們可以在那邊 我可以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